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新闻联播 会讲一些香港消息 第一单话说 因为刚才说到在耀文那里 林郑等等的高官 最近不断说了很多东西 其中一件事就是 本届政府第一次所谓派钱的时候 已经吸取教训 如果财政好并要市民分享的时候 就不要做些太复杂的事情 但他又是包底 但分配资源就有基本条件和划分 要提早去规避 避免长者年纪大的时候受骗等等 会进行一些相关法律工作 所以来的派钱来说 其实我们之前都说过 很多事情其实都做得不好 但是这件事 不知道他会不会抱上身 他可以分话这件事是陈茂波做的 就是拗头 因为为什么你 其实你这个我也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只看到你那个题目 你又不说出来 你那个题目就写着 林郑暗串波叔做七事 但是你没有把你写的最重要的要点说出来 简单来说 就是他暗串他做七分事而已 做事做太七分事而已 即是基斯是这样 你自己写了重点出来 你就没有把重点说出来 对不对 因为你讲的那些东西太复杂了 我理解不了 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 这些其实都很小事 但是真正的事情是精神 第一 大家都知道我林郑很小气 据说有人跟她说 她说阿祝阿祝永远不会再找女人做特首 有的了 OK 但问题虽然是这样说 但问题是 现在最大可能会参选的 都还是林郑和陈范邦 所以他们两个是要明争暗斗的了 所以这两件事我怀疑是 政府会不会让他们两个一起参选 因为呢 有违政治伦理 上司和下属一起参选的话 有违政治伦理的 我怀疑阿祝会不会容许这件事 会不会容许这件事发生 就是两个一起参选 我认为机会不是那么高 其实两个都不觉得算得到 但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大约是这样 好吗 整件事就是 这两个人我相信 两个渐渐就会 如果剩下这两个在台面的话 两个会选拨到 如果不选一个会选拨到12月 如果选一个会选拨到3月 OK 对了 所以就来中的选委选举 大家周末都见到很多人 周围宣传 说选委 其实我看有些新闻都挺有趣的 比如有陈志思派传单 接着有个街坊接了一张传单 为什么没有人样的 然后之后 问了传单上没有人样的 然后陈志思说 其实这个选举很多市民都 都不用參加的 然後就有這樣的示範 這件事我們前兩天說了 我說其實這是一個公關活動 應該等選完之後才做 所以你看我多冷靜 選完之後說 我們的選委會幫你做些甚麼 你在選之前做就很惡搞 所以本身這個公關活動的時機是錯了 但我猜應該是有些不說普通話的公務員 要跑數所以就做了這樣的事 看我們說了一次 另一宗話說 大家知道教協已經通過了特別會員大會 準備結束了 同一時間有一個新的教師公會成立 叫香港教育工作者公會 這個其實就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即是教聯 即是建制派的團體會員 他們有幾個工作方針 第一個就是會處理一些教師的勞資糾紛的個案 或是在權益上求助的個案 至於教師涉及專業失德或專業失當的東西 他們就不會接的 以及強調 即是工會主席就說 教師必須守法維護一國兩制等等 教聯會的主席也有出席成立記招 他就說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教聯是一個教師團體 聚焦政策倡議提供福利等等 工會就真是求聚焦權益或求助的個案 所以就為何會開了一個新的會 第二就是 其實工會就籌備了一年多 目標就不是為了取代其他教育團體 但因為剛剛教協解散 我們都剛剛開了幾招 也很難說不是 最後一件事就是 他就自己說 就是加入工會的人 其實建制也好泛民也好 工會也會歡迎 正方是這樣 你接了教協 雖然這個籌備了很久 但是當你是這樣的狀況 我認為他那個大方向 因為他都知道會簽滅教協 是遲早問題而已 而是不喜歡一黨獨大 不喜歡共產黨一黨獨大無所謂 但問題是你在香港也不需要一派獨大 所謂有工聯會和民建聯 所以如果你在教育上 教育這麼重要的話 你被一個工會壟斷了 那是不健康的 所以他有需要做多一個勢力平衡 阿爺很喜歡的 他玩兩個 譬如說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 那就是兩個 很多時候他會引入一些競爭 如果不是你會很懶惰 所以我相信教育就是 這個真正的目的是用來制衡教聯 但是當初的時候 教協這麼大 你只能一件事在教聯 你就不能分裂 但現在當你變成教聯的時候 就會無罪生長 所以他就會被教育工作者公會 去做制衡的方式 我相信是一個政治平衡的手法 所以如果大家遇到一些勞資糾紛 在一個教育工作上 或者是一些求助的話 大家可以嘗試一下新組織 即是教育工作的勞資糾紛 你知道我們有很多勞資糾紛 是的 我知道 我認識大師 有看大師說愛情的一些書 裡面他說他最喜歡的就是 連登仔說勞資糾紛 我都聽到 看完都瓶瓶有味 都刷新了我對很多事情的想像 你有沒有看完 好像 三本 你好像楊宇全部看完 三本看完 你撻了書還是什麼 我自己拿著辦買 我的朋友買 我拿著他撻了一本 他就說OK 因為好像是現在已經斷了辦 你要給月費 你還有免費網上看完 OK 即是有空要溫顧資深 即是做會員 做會員應該有很多 譬如有些政治密碼 有一部份已經整個書 寫十本書 寫完之後才一次過出 又寫了一本 寫了一本一本 那些會是在收費網站做了 是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重溫 拜讀大師的大作的話 記得課金做會員 就可以在網上不斷重溫 好了 另一方面 早前在十四五規劃的宣講會上 金管局的前總裁任志剛提出 可容許港股以人民幣報價及交易 昨天財政司長陳茂波表示 原則上可行 不過就是實際操作 他說到 目前香港市場主要面向國際 是的 投資者大多數是以美元為主 他說完之後 都說中間可能出會一些套墊 套墊 套墊的行為 造成兩個資金池互相受影響 操作上要考慮和積極研究 希望把握人民幣發展的大趨勢 做好這個準備等等 如果兩個雙重報價是會有些問題 至少不是那麼容易 但問題就是 我都不太贊成說過人民幣報價 反而如果順從是什麼來說 但這個是有違香港利益的 如果你作為了中國人利益的話 其實澳門是可以做一個 人民幣報價的股票市場的 即澳門發展的給香港人認識 因為他是澳門發展 你不要自己左手打右手 你左手打右手 在澳門再上市再掛牌上市 你就可以做到 你每一處有一個分工 即澳門有一個人民幣報價的系統 那會比較好些 但香港來說當然是不願意做這個 如果你叫我給我 香港人不願意 但如果以中國的大報局來說 澳門做一個人民幣報價的市場 你和香港做一個競爭 正如剛才我說的什麼競爭 教聯和教育工作者工會 教聯當然不會上 但你一定會成立一個 大家各有的分工會比較好些 但其實剛才他講的套凳 或者資金時互相影響 其實那些在技術上是不能避免的 什麼套凳你不能避免 但問題是套凳不是一件壞事 套凳不是一件壞事 即大家兩個資深前會 印象套凳不是一件壞事 即不要當這件事出現套凳行為 當這件事是壞事 當這件事是壞事 你如果不出現套凳行為 譬如香港A股和AH股是不同價錢的 大家套凳不了 那件事還不健康 而套凳而套凳得到的是健康 套凳不了才是不健康 所以我說波叔完全不懂這件事 套凳本身是健康的 而且使得到市場價值是完全反映出來的 即你如果覺得這件事是不健康 那本身你對於金融的理解是錯的 明白 那我們也開腳看看 看看澳門會不會衝出來才做這件事 但澳門應該要搞很多立法工作 才可以做到一些證券相關的事 那好了 另一方面也有些官員就說 其實香港的醫療經驗 推進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做建設 食衛局局長陳兆遲說 其實在大灣區經濟發展之下 居民對高端醫療的需求是上升的 他又說 其實現在港大和中大 已經將醫學院的成功模式 帶入大灣區內地城市 以及為一些港資醫療機構 在大灣區的發展提供支援 所以大家都見到有深圳分校 最近港大都簽約 另一方面 其實特區政府都鼓勵 醫學專科學院 即本地香港的一些 醫學相關的一些高等的機構 在大灣區開展培訓交流等等 促進香港的規範和專科培訓制度 可以在大灣區內地城市 甚至去到澳門 從而提升整體的醫療人員水平 好無疑問 香港的醫療水平是很高的 原因就是 其實你會翻查所有的 你會見到 就算紐約的醫療水平是很高的 或者是倫敦的醫療水平也很高的 就算在中國來說 北上廣的醫療水平也很高的 其實大城市的醫療水平一定會高的 也是 而且我自己看 在北京和上海 有一些醫學院 都很受到國際認可 例如新加坡 也有個醫務委員會 也叫做醫藥理事會 什麼樣英文的名字都是 他們認可的在中國的一些醫學院 除了港大和中大之外 台大都有 另外在大陸方面 其實就是在北京和清華 還有一間在北大醫學院 上海好像是復旦和交大的醫學院 主要是北京和上海 反而在廣州沒有什麼好像比較厲害的醫學院 當然要差一點 因為錢的問題 總之錢多就好 那件事很現實 當初的時候 毛澤東不如說 為什麼他們要赤腳醫生下鄉 因為問題現在不是發展香港 或者所有醫學的問題 問題是醫學永遠是一件事 就是除了支援需求 另外一個就是管理問題 就是說他們是在鄉下根本支援不了 他們那個經濟水平 支援不了這麼昂貴的醫療 然後呢 所以他們寧願你找一個做 讀過一年書的人去 讀過一年書的人去醫他最基本的病 其實在90%的病 只要讀過一年書就可以治療 而且其實很多病 其實問題就不是你中了那種菌 或者中了那種病毒 而是你可能的個人衛生就不好 特別在大師說 剛才建國的時候 其實有些人懂得洗手 去完廁所要沖一沖水 其實可能已經 或者吃飯之前洗手 但是問題就是你牽涉到就是 比如你印度的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水手 你不要說你有沒有水手 你根本上如果是治療水都沒有 所以你說的東西 也都是不適合問題的 因為根本上水倒不是一個 你take it for granted的東西 所以這就是牽涉到前兩天 上星期 同一位醫生很鮮的 七十幾歲 如果七十幾歲的人 還做專科醫生的話 你想想他會多鮮的 他跟我說一些水平低 引入大陸醫療 或者水平低那些問題 醫生老生常談 雖然他都不太行醫 他都不太行醫 他都不太行醫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 因為他不太行醫 因為他也有些錢 他現在吃的親戚 好差你親戚 然後我就說 你在這裡說一些東西 好不好吃 或者有沒有營養 但那個人在餓死 沒錯 那人在餓死 現在那些窮人 是等兩年都割不了症 然後你就說 那個人生癌症 等兩年都割不了刀 那你就跟我說 那些人的醫療水平不行 這些就是香港人的 醫療界那種 那種自公自大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因為很多人 很多人你還會教 譬如你身邊 你身邊很多人會這樣說 就是說 不可以找一些大陸醫療的人下來 因為水平低等等等等 但是那個人餓死 你跟他說一些不好吃 和不夠營養 而且好像新加坡 那樣他都認可一些 一些中國的大陸醫學院 其實還在說 他來到香港之後 他考過很困難的事 又要在公營醫療機構 去練習很長的時間 然後你才可以拿牌子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你無論你怎樣做的話 你在中國和香港溝通 譬如香港和紐約都可以溝通 大家溝通醫療技術 但問題是你無論怎樣溝通 你只是大家的技術進步了 而你整個醫療系統 就是一個成本要效益問題 就是說 你多少錢培養一個醫生 用多少成本 一個醫生可以治多少人 這些全部都有數計的 如果你按照香港的方法去做的話 你會變成 你都不可以令到你的醫生 成本低了 你只能夠令到你的醫生水平高了 但問題就是 現在醫療系統就是 不患寡而患 不患不君而患寡 不患不好而患寡 或者患不君 醫療的問題是 現在的問題是 不是在醫療人員的水平 是在醫療人員 等得太久 而訓練醫療人員太貴 而那件事是 你沒有辦法能夠短期做到的 你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只有幾個問題 可能是自動化 或者是降低醫療人員的水平 等它輕症 可能你讀醫 讀少幾年 但問題的水平低很多 你就會令到別人 然後有些主要反應 你是完全 你是整個醫療系統 而不是 因為你 全世界 如果你要去 拿出最好的學生出來 去讀醫生 而且醫生要讀十年才畢業 的 那你的醫療一定貴 而且醫生一定不足 全地球都是這樣 是的 所以 以現在的立法會修例的進度 其實都應該可以開放多些海外醫生 希望這件事可以令到香港公營醫療系統 開得舒緩 好了 今天講文的時間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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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